少子化是一个国家长远的一个危机 第二个呢 市民面临的台北市最大的问题是房价的问题 其实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政府应该做一个全面性配套的一个措施 最近看到一个释放出来 评价租用住者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本人也多次向马政府建议过这个事情 我们平常的房屋政策都学西方的一个观念 就是都会地区变成有钱人慢慢集中的 中低收入的人就往周边去发展 这个趋势是不是对的 我们去观察一下 今天台北是个人文汇翠的一个都市 我们不能跟人家去比大型的硬体建设 但是要一个住商办混合人文机制特别好的城市 反倒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对象 因此今天你要抑制房价广从税务上着手的话 今天草地的财团 它的口袋很深 他不在乎这个 所以只有用平价的住宅 才能够让它影响周边 房价 没有价值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才能够平缓的下来 所以今天看报纸 还有批评说我们这个政策 是西装料拿来做短裤 这是不对的 我们今天提供 年轻的夫妇 具有所污 第二个 他敢生 就要能养 能养的政策 刚好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前朝政府 盖了多少文字馆 我们要加强活化 我们有多少流浪教师 我们有多少国小 国中减班 闲置出来的教授 我觉得政府应该大量的配套 做公社的托儿所 今天的年轻夫妇 没有双心养不活这个家 双心里面去给托儿花的费用 一个月两三万块钱 所以今天我们说 给他三千两千的补贴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第一个 他有平价的住者可以租用 他住得下来 第二个 他生下来小孩 他教养 他有能力 第三个 在台北周边的卫星都市 大部分是外来人口 这也需要大量的这个评价住者 来满足他的需求 我想这个政策 从整体规划 到推动跟管理 避免形成贫民窟的话 是管理上的手段 所以我想 今天这是一个 我们当今政府执行的 一个重大的工作 应该非常慎重的 去把它推动 以及完成 我想这样才是真正 造福全国国民的一个 福国利民的一个大政策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